今天我們來開箱 台灣的玉山茅台酒VS 貴州茅台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魯大安美酒,我是魯大安 來準備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茅台酒 講到這個中式白酒,其實我們已經開箱過好幾款 我們開箱過白水芳華的一些酒款 包括像它的糙米酒啦 或是像它的高粱酒 我們開箱過不少金門高粱酒 說到我們中式白酒 最有名的應該是屬我們的茅台酒 在我們台灣 其實也有生產茅台酒,是什麼? 玉山茅台酒 那這個玉山茅台酒其實是我們 過去台灣煙酒公賣局 也是現在台灣煙酒公司出的 據說啦 有幾種說法 一種是 國共內戰的時候 我們國民政府要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剛好帶了一群 貴州茅台的老師傅們 來到台灣 於是就把這個 製作貴州茅台酒的技術 帶進了台灣 所以才有現在的玉山茅台酒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什麼 是在早期的時候呢 把貴州茅台在台灣做出來 於是呢 我們台灣煙酒公司 專研這個茅台酒的製程 那後來呢 成功的讓他們做出了我們現在的玉山茅台酒 那這兩種說法呢 我覺得 前者的可能性應該是比較低啦 因為畢竟打仗的時候哪那麼剛好 帶到我們貴州茅台酒廠的製酒師傅 那時候打仗跑都來不及了 還在那邊跟你一起過來這邊做茅台酒 應該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應該後者的機率是比較高一點 那究竟他有多茅台酒 是真的 是有茅台酒的味道呢 還是說他只是掛一個茅台酒的 名字 就讓我們 今天 直接弄一瓶 本尊貴州茅台酒 來跟我們玉山茅台酒 PK看看 那今天呢這兩支酒其實在價格上面的量 是有點不太對等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我們貴州茅台酒不便宜 今天準備的這支呢其實是我們的酒友提供給滷蛋的 那這支的容量呢是多少 200 只有200 記得沒錯他當初跟我講說這支的行情大概要 台幣5000塊錢 玉山的茅台酒呢是滷蛋親自到嘉義酒廠把他給請回來的 花了滷蛋 新台幣 自然花錢 所以大概差了20倍的價 但是為什麼今天會選他們兩支呢 因為他們酒精濃度比較接近 茅台酒 玉山的這支是54度 53 那這支是53度 兩支 酒精度剛好差1度 那這個茅台酒呢 其實它是屬於 酱香型的白酒 我們都知道在大陸那邊呢 白酒的香氣被分很多種 那我們台灣常見的 金門羔羊屬於 金門清香型 這支茅台酒是屬於酱香型 那我相信我們玉山茅台酒應該也是想要 做出酱香型的味道 所以呢我們就來 比較看看 兩支酒的差異到底 差多少 還是說真的就沒有差 怎麼了 他有點 貴是不是 對 那其實他的風纖蠻特別的 他這個是塑料風纖 可是做的有點像是 絲綢的質感 小小瓶五千而已 你有考慮放過他嗎 沒有 我們今天頻道就是要把你給開來喝喝看 對不對 說不定我們在台灣喝這個 玉山茅台酒 兩支喝起來結果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 幫我們廣大的 觀眾們解開這個疑惑 解開這個疑惑 沒錯喔 我覺得手會抖一下 怎麼會抖呢 怎麼會抖呢 領帶把它拿下來 那個太貴了 這個交給你了 我來開這個就好 OK 好那可以看到呢 其實我們茅台酒這邊有一個LOGO 在我們茅台酒裡面 這個LOGO有兩種 分別呢是像今天這個是 兩個仙女的 飛天仙女的簡稱 飛天茅台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一個齒輪 裡面有一顆星星的 中國大陸的紅星 叫做 五星茅台 兩個不一樣 好那我現在酒已經倒好了 現在就來聞香啦 我們就直接先從 貴州茅台這支先聞 黑豆醬 黑豆醬 它的醬味很濃 很像在聞那種 發酵的 豆豉這種味道 在鋼裡面 的那種味道 因為老實講鋼聞的時候有一點臭豆腐那種臭臭的味道 不像 好吧 我覺得有點像啦 你覺得不像 然後一些古物的香氣啊 然後發酵的醬缸的味道啊 我覺得它有一點油漆味 有有一點油漆 那種有激溶劑的味道 可它醬香真的還不錯 它其實最下層會有一股豆子的味道 豆豉味啊 很像我們去那個醬油工廠參觀的時候打開那個醬油缸的味道 然後再來 我們看看我們 玉山茅台酒 那跟高蘭味道 差好多 對啊跟高蘭味道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醬香型的白酒 金門高蘭那個算是金門清香型 完全不一樣耶 它有酸味 我覺得很像醋味 有有一點醋的感覺 然後有一點花香那種味道 它有梅子很酸的味道 脆梅 脆梅的味道嗎 我覺得它中下層這邊有一個香香的味道 對對對 很像脆梅啊 你知道整顆綠綠的 然後脆脆的 它那個湯汁我把它加在水攪拌之後 那種感覺 有一點果香味那種感覺 然後有一點花香味 兩個味道真的差很多耶 差很多啊 整體而言呢 在香氣的表現上面 貴州茅台這邊感覺 醬味比較重一點 它就是豆的醬味 對然後發酵的味道也比較重 甚至到有一點像臭豆腐啊 或者是豆食這種 已經發酵過的這種豆類食品這種感覺 玉山茅台酒這邊呢 就比較多的花香跟果香 這種 比較 甜 然後比較香氣 比較濃郁一點點的味道 感覺上 這邊就比較醬味 這邊就比較香氣的感覺 所以兩支聞起來 其實 調性上會比較多的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來喝喝看 你確定現在這個 試試看吧 好臭喔 有臭豆腐的味道 很有趣 我覺得我比較像吃豆豉 我覺得這支貴州茅台酒呢 跟我們臭豆腐有夠像 怎麼說 你在喝之前你聞著是臭的 你喝下去是香的 然後很明顯的豆類的味道啊 穀物的味道啊 發酵之後那種醬油感啊 鹹鹹的 鹹鹹香香香 鹹鹹香香的 然後發酵的豆豉味道 一些醬味 那種醬鋼的味道 中厚層帶著一些 炒過的豆子 有點焦味 焦苦的那種味道 焦香焦香的那種味道 人家層次是非常的 豐富非常的明顯 他很像在吃 炒黑豆耶 對 尤其到現在 瑋瑜這個感覺 很像我們那個 有一種零嘴 炒黑豆 炒完之後這種味道 有點鹹鹹香香 然後帶著很明顯的豆香味 然後很多的那種 古物的香氣 皮有點超回答超回答的那種感覺 皮有點焦焦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像一種 像花生 它有點土 的那個感覺 剝開有點土 然後有點花生的味道 紅土花生 表面還有一點紅土 對就是那種感覺 而且它香氣非常的 多變 它變化非常的豐富 從一開始的這種 醬味 發酵味然後轉到後面有點 古物的味道 豆子的味道 然後到現在有點焦香味 整體的香氣轉變上面是非常的 豐富非常的多元 好那喝完我們的貴州毛排酒 現在我們來喝喝看我們台灣的 玉山毛排酒 嗯 完全不一樣 而且 因為我覺得它喝下去跟聞香味道很像 很像啊 都是果香跟那個 花果香調對不對 然後有果醋 醋感然後花果香調這樣 然後一樣是脆梅 梅子 好必須要講這支玉山毛排酒跟我們貴州毛排酒比起來的話 它的表現上面就是要 真的比較單調一點點 它入口的口感上面是 真的比較順一些 它喝起來 兩支酒精度只差一趴 可是它喝起來的口感上真的是順蠻多的 果香真的在嘴巴裡還蠻重的 它整體的也是那種 花香調果香調 然後香氣非常的 柔順 變化上面可能就跟聞香比較一致啦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層次變化跟轉化 不像這支 聞的時候是臭的 喝起來是香的 然後後面還會轉那種 焦香焦香 芝麻的那種味道 親切度來講 如果是以一般民眾來喝的話 親切度來講 反而玉山毛排會比較 好親切一點點 那兩支的香氣上面呢我覺得真的是差異蠻大的 這個玉山毛排這邊就比較優雅一點 它那個香氣對我們來講是香 是濃郁可是兩個香情真的不太一樣 它是比較變花果香調 那這邊真的是比較偏那種 醬香味啊 我覺得可能跟飲食習慣上面 也許有一點 搭配上的差異 因為畢竟兩邊的飲食習慣真的是差蠻多 而餐久餐久 華人 習慣上的是 吃飯喝個酒 搭個白酒這樣子 所以飲食習慣上面可能也有一些差異 可能像這支的話 我們比較習慣搭一些像什麼東西 辣椒 辣椒這類的 貴州毛排酒這邊 好像還喜歡搭一些中藥材去滷東西 對 煮那個 大鍋 像他們在炒東西的時候 當然我們沒有去到中國大陸去 但是我們 常常會看一些 YouTube 看一些抖音 會知道 比如 美食節目裡面 常常會用什麼 會用 花椒 辣椒 然後香葉 草果 一堆香料 對一堆香料下去 然後再加上什麼 生抽老抽 喔 對對對 下去炒 其實跟這個的味道就會比較搭 因為他們的味道是比較濃烈一點點 那香氣也比較濃一點點 所以跟這個酒搭起來 或許就是為什麼他們酒要做的這麼的 味道這麼重 香氣這麼重 對對對 那這個玉山毛排酒的部分呢 它的香氣上面真的就 相較之下比較柔和一些些 台灣的 快炒店不會炒那麼重口味 應該說在香氣上面比較沒那麼重口味 應該說我們台灣的料理跟大陸那邊的料理也不太一樣 差很多 我們這邊可能就沒有用到那麼多的 清香料 其實我們清香料有用蠻多的 只是說我們用的清香料 可能花椒比較不會那麼多 可能也沒那麼辣 我們吃的辣可能也沒到那麼辣 一根小辣椒 對我們可能吃一根辣椒 可能吃三根辣椒這樣子 再來就是我們在炒的東西裡面 在滷這邊比較多可能是用八角 比較多用五香粉 他們用的比較多是十三香這種東西 所以兩邊的飲食習慣上面的差異可能會造就 其實喜歡的味道比較不一樣 但是 論正統性 必須要講 論茅台酒三個字的正統性 我覺得 雖然我們是台灣人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是要以我們貴州茅台酒當的表態 畢竟他才是 茅台酒這三個字的 起源吧 你只能這樣講 畢竟他是起源 那我們玉山茅台酒呢 就只能叫玉山茅台酒 因為他相信呢跟我們貴州茅台酒 老實講真的是有 不太一樣 但是 是完全不一樣 不要講那麼保守 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 你說玉山茅台酒他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我覺得也不至於 他跟我們的高粱酒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他蠻好喝的啊 他的果香 我覺得女生會喜歡 OK 就是他那種花果香氣其實是蠻柔順蠻漂亮的 那跟我們過去常喝的比如說像金門高粱酒玉山高粱酒 或者說像白水芳華的酒 其實 都沒有喝過像這種味道 因為在台灣一般酒比較不會像這樣子 酸香感這麼重的酒 比較少見 可是說真的你要有這個跟 高粱喝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喝 因為我覺得高粱酒的取味 我不喜歡 OK 其實我老實講今天這兩支酒我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不管是 玉山茅台酒還是貴州茅台酒 但是我不會認為他們是同一個東西 不會 他們沒辦法互相取代 完全沒辦法互相取代 因為 我喜歡他喜歡他的那種 醬香 醬香 濃郁的醬香 然後還有那種多層次的口感跟香氣的轉變 但是我喜歡他是他那個 有點像是像香水一樣 輕柔香甜的味道 然後呢 非常的舒服 不像是我們一般喝高粱酒 會那種凜冽 衝擊性的感覺 沒有 他52度 54 他54喔 他54 不是 所以我說 他跟高粱真的有差 他54度 他喝起來的 口感上是柔順的 香氣上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他是 香在你的鼻腔 不是香在你的口腔 而且他 我們這個 比較適合我 OKOK 那可能小飛就真的是比較喜歡玉山茅台酒 因為果香啊 對 那我個人的話呢 老實講 兩支酒都喜歡 但是 論 比較喜歡 我還是比較喜歡 貴州茅台酒 我還是比較喜歡醬蝦 對我比較喜歡他那個濃郁的香氣 然後還有那種多層次的口感 這邊真的會偏向女生喜歡 然後男生比較喜歡這一種 對 因為 比較濃厚 可是這邊比較清淡 但是我必須要講 我不能喜歡他 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不能夠喜歡他 因為我買不到 我也買不起 好貴啊 貴州茅台酒 為什麼這麼貴啊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 今天開箱這個 貴州茅台酒 跟我們 玉山茅台酒的P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是選擇 這期影片就幫我們點贊 分享 小看多個頻道 比較多話小哈 閉嘴會一定要訂閱我們 閉嘴打開小鈴鐺 閉嘴 閉嘴 以及粉絲 就是我們 還在追蹤一下家 還在追蹤一下 大家 各位成人與絕夫 其他杯人 在追蹤一下 拜拜 這喝真的人家 水果酒的味道 雖然它的趴數不像 這個喝起來就真的有 醬油味 是